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室外的温度都已经40摄氏度了 演员们也是相当不容易 就拿热巴来说 有群众演员和热巴对戏 也是表示热巴太瘦了 都叫热巴胖敌胖敌 但热巴真的胖吗 事实上是真的不胖吗 都说上镜胖时机 和热巴对戏的群众演员也说 大夏天的 女艺穿黑色盔甲比我还瘦 女艺也不容易 大热天是真的不容易 一个新疆女孩能够在内地闯出名堂 真的很wise 热巴的第一部戏是 《阿尔纳喊》 随后出演了《古剑奇谈》里的扶曲 而这部作品 才是热巴正式进军内地的作品 热巴说过 那时候他还没有几个粉丝 有粉丝来探他班 他说 几个小姑娘过来探我班 那时候很感动 想想他们也不容易 都说是三生三世 的确如此 范英 天界 凡间 剧情和剧本的相差不会太大 凡间戏份是有所增加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品味了 其实《陈上书》里面还有一对白眼CP是大家期待的 一个天独太子 一个四海八荒第一美人 过来客串一下也是好的 毕竟大家还是希望原班人马回归 有消息称 夜华赵又廷可能会过来进行几天的拍摄 目前该消息未得到证实 对此 粉丝们表示 一华会来的话 白浅还会圆吗 三生三世 《陈上书》 鱼记很早就看过了 大约是有个六七年的时间了 有些剧情都忘得差不多了 最近在重新实体《陈上书》看 有一个片段是凤九自降身份 去九重天当婢女的 为了去九重天特意求哲言 把自己额头上面的凤语胎记给收掉 为了去九重天的凤九 在去之前也做足了准备 而哲言也对凤九说 东华能够抗住你的美貌和乖巧 肯定扛不住你的厨艺 果然 不管是在仙界还是人界 厨艺是王道 鱼记还记得 当时看《陈上书》的场景 比较虐的时候 自己还会哭 西卓鼻子大骂唐七公子 为什么让帝君虐凤九 不过看到他们最后在一起了 内心又开始荡漾了 总之《陈上书》是抓住了鱼记的内心 情感起伏也是随着小说来 脑子里好像分泌了什么东西 一直在控制我的心神 不知道书粉你们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本文由奈若鱼记原创 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